2019 款克莱斯勒 Pacifica 以及出色的安全性内饰和地优号 再次荣获年度家庭车的称号 Pacifica 2017 年全新改款 首席设计师是当时38 岁的 Irena Zawarski 作为一个妈妈和minivan的使用者 她认为功能性不是缺乏设计的借口 所以团队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设计一款优雅漂亮的 酷妈家庭车 很显然她和她的团队做到了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全新2019款克莱斯勒 Pacifica 顶配的汽油版Limited Let's go Van不同于其他车型的主要地方之一呢 是它的滑门设计 滑门的好处就是人货上下进出都很方便 而且可以在相对狭窄的停车位 开门呢 也不怕碰到隔壁车 另外 Pacifica独有的感应开门 让左手一个挖右手一个包的人 可以用脚通过感应呢 开侧门和后备箱 Pasifica搭配了全球最佳 V6引擎之一的PentaStar 3.6升排量的6缸引擎 搭配的是个9速的变速箱 能达到 10.9升的百公里的出众油耗 另外呢 油电混合版的Hybrid Pacifica 更能达到2.7升百公里的变态友好 对电魂版Pasifica感兴趣的朋友呢 记得关注我们未来的评测 今天介绍这款顶配的Limited 级别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台车看到所有的配置 也了解为什么这台车是 连续最高安全评级的一款家庭用车 那从车的外观可以看到 首先安全组 为Pasifica提供包括盲点监控 倒后雷达及影像 包括倒车紧急制动 选配了高级安全组的Pasifica 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 当然啦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的可以找汤纳书来买基普支持下业务啊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纳书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